好 我就直接画地图 首先 首先请你们去思考一下 如果我现在 我用一个表格 用一个表格 呈现国家 就是大家最常使用的 一定就是表格的方式 好 所以 一 请麻烦点选表格 这边叫资料表 二 国家 三 这个值 这个值 可以吗 我们是不是就简单的画出来说 各国的一个进口值的表格 那这个值你会不会觉得太小了 字太小了 对不对 通常我们只要呈现说最主要的几个国家就好了 所以我们可不可以把这个里面的内容稍微放大一点 好 这个叫标题 没有问题吧 表格里面的标题 这个叫表格里面的项目 所以我们是不是要去修改项目的值 项目的大小呈现 所以点选 设定这个格式 格式 首先 我个人 我个人 针对这个值 值 麻烦请把字形改成 唯一选择 Areal plate 再来 这个字的大小 放大一点 好 14 再来 麻烦请你们 麻烦请你们看一下 就是说这个值 这个是值 值设定好了 格线 格线也设一下 我个人是喜欢 就是 在灰色 灰色里面的宽度是2 这是水平格线 那还有垂直格线也打开 垂直格线 一样 颜色一致 然后宽度是2 这样这样可以了解 好 再来 就是值刚设定过了 资料行标题就这个 这个标题 这个标题 来 请把资料行标题 一样 字形大小 我唯一的选择就是Areal plate 因为它是标题 例如说你可以射到16或18 可以吗 然后重点 重点是 请这个值 由高排到低 真的 我们不用呈现太多名次 我只要呈现主要国 主要的国家 可以吗 好 那以上是 其实我个人很不喜欢这个总记 这个表格里面的总记 所以我会把总记的值 关掉 听得懂吗 因为我的国家别有太多了 你直接呈现四个名次 五个名次 然后就放一个总记 其实这样很奇怪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是不是看到 第一名 中国大陆 第二日本 第三新南向 18国 第四东协 第五名是美国 好 请问你 这样子的一个表格 你到时候念 是不是也只会请主管 用念经的方式 第一名 中国大陆 这这么多年来 所创造出来的值是多少 对不对 好 他到时候念 还会念错 因为你还没有给他三位一撇 我个人 只要有出现素质的地方 来请点一下值 因为他是整素 所以我会给他三位一撇 可以吗 你可以给他千分为福 然后取整素位 他是不是就会有这三位一撇 好 这是最不好表现的方式 所以我要换另外一种叫地图 来去呈现 这个表格 这个表格 记得 他的一个格式里面的一般 然后效果的边框跟阴影 好 反正 这个好像应该都要做 好 这是表格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